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池上米怎麼煮就怎麼好吃呢 池上米好吃是因為我們日月溫差很大 在成長的時間很長 一般的話差不多110天或是100天就可以收割 我們這裡一定要120天以上 所以它米就很紮實很好吃很Q 池上米就是有米飯的米還有做粿的米還有再來米 第一道我們就來煮非常簡單的用我們的米來煮南瓜飯 我們新米是一杯米一杯水 然後我們舊米就是1比1.2 因為它放比較久了比較乾了就要放比較多一點點水 就把南瓜洗淨 切塊跟它的材料炒香 再放到飯裡面去然後放到電鍋裡面煮 這個要小朋友還是大人小孩都非常簡單的一道米飯 還有一道就是我們的那個花粿 花粿非常簡單米漿調我們要的那個軟度然後再浮化再下去蒸這個更簡單 這個小孩子大人要學都很簡單 加一些我們自己曬的那個客家菜脯 菜脯就是我們第二期水稻收割以後 填空檔的時候我們就撒一些油菜花啦 我就撒一些蘿蔔 然後可以採收我就採收然後曬蘿蔔乾 這樣給油菜花去做綠肥 然後炒一炒我們蒸到差不多半熟的時候就把它撒在上面 撒在上面的時候它鹹度一點會拖進那個桂裡面 然後等一下再切的話放一點醬油膏就很好吃了 打開啦 烘起來了就差不多熟了 烘起來了 烘起來了 愛草糕我們要將原糯米泡三個小時以後磨成薑 然後壓乾 然後我們在菜脯米洗一洗切小段 豬肉炒乾了然後再加紅蔥頭蝦皮 再炒香呢再加我們菜脯米 炒一炒調味就當餡料 我們的膏壓乾以後拿起來 就加糖加愛草搓揉 揉成糰以後包餡下去蒸這樣就OK了 我小時候是差不多四年級我就會煮飯了 就爸爸媽媽工作我們就放學回來 我就開始學煮飯 到差不多小學畢業我就開始學煮菜 然後後來呢跟那個外匯的伴桌 出去外面伴桌 看到一些那個我們家裡很少吃到的東西 然後回來就四煮四煮 這樣小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那時候就開始愛上這個料理 台東的小孩就是會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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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